112年太平洋杯全国软式网球赛 11日在凤林国小大礼堂举行开幕典礼 400位来自全国爱好软式网球的选手 起居一堂 而在这一次的竞赛当中 也创造了新的趣味竞赛 三三联手 提升了软式网球的可看性 以及专业度 112年花莲太平洋杯全国软式网球赛 11日上午在凤林镇开打 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 以及教练纷纷来到凤林镇 参加这次的网球赛 镇长林建平也指出 软式网球协会在凤林举办各类型的锦标赛 这次更有杭州亚运国训队的参与 呈现凤林镇在举办软式网球赛的专业程度 所以说在凤林啊 融网曾经整起了一阵子 那所幸在这十几年来 我们各系校的校长 以及我们凤林网球协会 我们的会长以及所有的赤公教练 让我们从继承开始来赞赔我们的小选手 这几年在所有的军州亚运 所有的比赛的赛事 都能取得一定很好的成绩 那尤其是我们在凤林举办的各类型的锦标赛 尤其是今天 由我们杭州亚运的国训队都来议会 就可以来证明我们凤林所举办的 它的基础水平 已经到达某种的层次 花年线软市网球协会理事长赖刚鸿表示 在标准赛制当中 能够创新去月竞赛 为凤林杯打造更可看性的内容与竞赛项目 提升了凤林杯在网球赛的可看性 各位报告 我们这次的比赛是有两个竞赛所向结合 第一个是属于传统奇迹的花年太平洋杯 那第二项则是属于我们加入了创意趣味的凤林杯三对三 那这两个比赛结合可以说是强抢联手 一定可以让这次的比赛变得更有看同的计划 花年线软市网球协会非常感谢杭州亚运国训队 能够来到凤林镇参与比赛 也期待来自全国各地的400位选手 在凤林镇可以获得最好的成绩 记者凌桀凌镇采访报道